单元剧中已经展现出表演天赋 但也并非坐等机会上门 有着演员梦的他时刻努力着争取每一个角色 终于《生命之旅》中得到万子良赏识的他 有了登上大一幕的机会 捕风汉子由万子良主演给了周星驰一个小角色 完成得还不错 其实电影中他戏份不多 而且电影本身也比较普通 但这是他正式开启电影生涯的第一部 同时捕风汉子还补到了李修贤这个汉子 这才是转运的开始 霹雳先锋的意义是非凡的 不光有着周星驰第一个有血有肉 正儿八经的大一幕配角角色 还令他得到了金马奖的最佳男配 从此正式结束龙套生涯 大一幕上一鸣惊人 周星驰开始被观众所熟知 电影中他饰演小混混 被李修贤饰演的张铁柱抓住做线人 当线人就要出